各位展現 0800 268 777 好 馬上來關心到是在市場最前線 當然這鎖定的標的部分 剛剛詹總提到 對 十條好汗 那麼詹總 先來幫我們看一下 這十條好汗怎麼來的 我在講是這樣 今天 朋友 你最大的出貨 可能就是在增表 趕快拿出你的手機拍下來 最好是這樣 最好是這樣 那麼我們說健康有方 是教我們怎麼吃最健康 那理財有方就教我們怎麼買股票 怎麼賺錢 最健康 最心安 最心安 所以我要告訴大家的是 你不見得要在高空彈跳 你要買得很健康 進可空 退可守的股票 現在越來越多 所以盡情把握 等一下專家提供給大家的 也可以繼續鎖定 來 我跟大家談一張股票 我認為它本身就具備這些條件 當然它第一個要具備4D 4D我過去談過了 就不要重複薰說 還好你沒有跑我們 它必須要領先已經足出大底 足出大底是怎麼樣 不管大盤未來會不會再破底 它已經不太破底了 風險已經有限了 沒有破底 第二個它擁有強力的題材 對 叫爆發性 好 再來6月營收接下來馬上面臨考驗 如果6月營收還能夠成長 那麼這些股票會成為下波段最強的主流 即使指數只彈一點 它的空間可能就很大 來 我幫大家精挑細選的十檔股票 我建議你一定要多了 不管你喜不喜歡它 你要把它看清楚 前三檔是蘋果概念股 真頂低檔我談真頂 這個真頂談到這個真頂 還沒談真頂之前 麻煩導播把今天6月6月9台郡的當日走勢看一下 今天掌停板137.5 再回到台郡的日K線 我們當初在講台郡的時候拉長一點 我們要縮小 很有趣 對 我們當初在這邊談到說 如果這個103景線頂得住的話 它原本的高點17.5一定會突穿 我記得印象很深 是我們粉絲留言的時候好像有問到這一檔 我說這檔股票你應該繼續報價 恭喜你了 你是很有福分 好 今天掌停板137.5了 可是當台郡在103的時候 我也跟大家講 它跟真頂它互相有伯仲之間 互相有連動 那回過真頂來看 看它日K線就很有趣了 它已經139.5 它在112 差幾塊256塊 條件差不多的情況之下 它現在在這裡 那麼它最大缺點 當然外資實在持股比重 已經八成多太高了一點 這是弱點 但是它中斷大整理 空中足大底的形態 我認為已經形成了 所以這檔股票 我認為進可空退可守 它應該要努力去追台郡的這個機會 給予高度的期待 這第一檔蘋果概念股 那講到蘋果概念股 我們接下來看那張字卡 第二檔我們要談一下 背光模組裡面的瑞宜 這檔股票其實我們應該這麼說的 未來是Post Touch裡面 一個非常大的受益者 你如果用我們純粹來看周K線就好 由圖形來說話 這個看瑞宜的周K線 它有告訴我們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麻煩周K線把它打出來 6176周K線 它在這邊整理這段時間裡面 它做了一個有效的圖穿 圖穿之後拉回 大破小回的這個情況已經出現了 我認為未來應該要有另外一個主生段會出發 所以以這檔股票 我認為這蘋果概念股裡面 可能是後期之秀 那基期還相對比較低一點 好 這是第二檔 第三檔蘋果概念股 既然講到台均已經到137.5了 那麼另外的PCP HDI版的 天星呢 哇 今天很可憐 今天還在哪裡 今天還在17 新興的這檔股票 今天還在多少 我們看一下今天的股價 今天的股價 還在16.35 它的鏡子29塊 但是麻煩導播把它稍微 有些好的股票 現在多注意一下 很多已經漲三天了 可是有些在默默在低點的 才逐出頭肩底的訊號 這是一個底 這一個左肩 右肩才形成 別人已經衝上天上 右肩才形成 頭肩底的訊號才做突穿 所以這種股票 我們覺得 你應該多給予關心 因為可能後來居上 空間相對比較大的 好 這是第三檔 蘋果概念股 接下來 如果再談到車用電子 一般都會告訴你 一兩百塊的車用電子 這樣我不免 我跟你說一支 十幾塊的股票 17塊多的 2401的林陽 林陽這檔股票 其實我們由圖形來說話 過去的基本面 我們也談了很多 我們把日K線打出來 我讓大家來看一條線 大家順便來學一下一條線 拉長一點 把這個再拉長 OK 就這樣子 這條線是什麼 很有趣的 這條線是這樣 大家多多少少看一下 這條線是這樣 你有沒有覺得 這是一條槓桿 你玩過那個水獅肉嗎 擠過水沒有 棒譜擠過水 這個地方如果用力一壓 這裡就會彈上去了 這條槓桿線 經過四五個轉點 一直有效的維持 我認為這形態 再告訴我們後面 應該要不錯的故事 會產生 所以車用電子 不要光看一兩百塊的故事 所以這是有故事的個股 是嗎 對 有題材有故事 有身材 然後也有題材 那我覺得在車用電子這部分 它剛新轉型 你可以多做留意 這是第四檔 在車用電子 那麼另外再談到這檔個股 大家都很熟了 每天大家幾乎會討論 6214的精神 那麼這個精神其實很有趣 這一波回到70塊錢以下 其實它會回檔了0.618的位置 而且完整ABC來到季線 你知道嗎 你先不管它今年賺多少錢 先不管它股息的殖利率有多高 它的禁止在除息之前就是55塊 那這一次四方金創 帶給它的收益 投資收益 應該照道來講 至少市場估值80億吧 用它的股本來換算 大概它的禁止會增加30塊左右 那原本的禁止55塊 再增加30塊錢是多少 哇 那這才得了 85 那為什麼 這個就85 那換句話說這一波漲漲到85 它只是反映它的基本的 第一手的消息 第一手的消息 那我認為這邊整理完之後 應該還有另階段的出發 我們可以高度期待 至少呢 我認為第一檔是已經到了 好 這是大數據裡面的代表股 接下來越來越精彩了 來 再來看 這檔個股呢 物聯網的個股 上個禮拜我有跟大家講到 脾氣泰來的 我的私房菜 我給大家這檔股票 五四七四的沖泰對不對 來 你看看今天當日走勢 導播看一下今天當日走勢 今天當日走勢 差點公道的漲頁板 那再來看它的日K線 它的日K線呢 稍微縮小一點 上個禮拜我們這邊在提的時候 我認為它整個大ABC的形態 已經也修正完成了 在這邊已經附近在做主題了 那麼今天長紅棒已經突破反壓了 它在7月9號即將除期 除3塊半 那如果擁有這檔個股的突破 我建議你應該要參加出席了 機會是很大 除完席之後可能就另波段的出發了 我認為這檔個股是物聯網裡面 非常重要的 多角化經營的非常重要的一檔概念股 可以繼續來留意 這是第六檔 那麼另外一檔 在四季的概念股裡面 今天普遍都回檔了 光環了很多都回檔 但是跟新興意思同樣的是 麻煩我把日K線打出來看 過去我基本面談很多了 拉長一點 在很多的四季的概念股 從高空開始做回檔之後 這些個股才奔奔就像我說的 頸線才足短 才完成 底部左肩右肩 人家從高空漲多了 才要做回檔 它在底部的頭肩底訊號才完成 你光看這個身材 光看這個身段 我認為未來它在別人 在回檔過程當中 就換它表現了 所以我一直強調大家 不要忘了天邊彩虹探襲 看腳下的玫瑰還正贏 對 好不好 這是第七檔 第六檔 第七檔股票 第八檔股票 今天有一個族群很強勢的 生技概念股 今天生技概念股 很多漲停板 那麼蘇贤 雅芳還記得上個禮拜 我釋放菜 我給大家一檔很低的 他是 他是本來是這個特化族群 後來轉做生技 轉型非常成功 已經開始開花結果了 就是這檔股票 這檔股票 是掛化工股嘛 對不對 對 掛化工股 對 你看看 當日子有次 當然今天就掌明板 上個禮拜我也告訴大家 底部 左肩 右肩 頸線即將突穿 今天一根帶亮 到紅K棒突穿 你認為突穿 這一根紅K棒就結束嗎 它價位才20塊錢 差不多接近它的禁止而已 我認為這檔股 應該從底部才出發 所以生技概念股 未來幾檔股票 這檔包括在內 應該可以多有利 而且現在國內 馬上就有生技展了嘛 對不對 所以現在 生技的個股 待會我會再談到 我認為是未來 一段時間裡面會有一些 強力的表現 那麼既然糖大生技 那麼醫療概念股裡面的育委 這檔股票也可以特別做留意 把日K線打開看 這檔股票從接近160塊 跌到剩下一半的位置 跌到剩下一半的位置 其實過去這兩個月在跌 其實它營收都在成長 所以跌了一點無辜 那跌到這個位置 但是其實有一點絕地反攻的味道 今天漲停板拉出第一根 我認為也不是第一根就結束了 至少它展開一個中期反彈 是沒有問題 生技概念股 一個低的一個高的 這兩檔股票都可以做留意 那最後這檔可能跟大家想的 就不一樣了 可是我為它股票叫區 理井宮做參考 如果沒有這麼多的利空 它不會跌到現在是24塊多 這麼低 那麼如果拉長一點來看 我告訴大家 這種股票這樣跌 好像公司出了很大的問題一樣 其實它有出問題嗎 去年才賺8塊 今年一股還可以賺4塊 那股價靜止也在20塊錢 跟它的現在價位差不多 公司是沒有問題的 為什麼跌了這麼多 這麼多的利空 大家都知道嘛 但是周K線 來 我讓它看那個故事 接下來呢 你就慢慢再來拉長一點 把均線拿掉 把均線拿掉 你這個圖 在拉長一點 在均線沒有 我們這個做Ending 然後讓大家未來可以 可以多多參考 這檔個股呢 盡量可以再拉長 好 好 好 就這樣 它完成了回去 用紙來量 都不會比這個更準確 它完成一個非常漂亮的 下降平行軌的通道 就在24塊邊緣這個位置 那麼這個位置呢 貼近鏡子 你想想看 跌到這個位置 你應該採取什麼動作 所以它不需要看美光的臉色嗎 美光跌得很重啊 可是昨天開始反彈了 今天晚上我覺得開始反彈 美光 我們已經領先 美光先跌了 那如果沒有這麼多利空 你認為你有這個價位 可以逢低做布局的動作嗎 所以多多少少 這個雪中送炭 我認為會有不錯的收穫效果 好 僅供給大家做參考 謝謝 十條好漢 讓大家參考一下囉 好 接下來我們要請明哲兄的部分 一起來看一下 這個強轉弱 弱轉強這些轉折的股票 好 今天好像F股的部分表現還不錯 最近F股的部分 最近F股表現實都還不差 那我們今天幫大家選了四檔弱轉強的股票 當然除了F股之外 另外其實大部分都是電子股的部分 那我們主要挑兩檔股票跟大家做一個介紹 包括了FGIS 這檔股票其實中共名稱叫做葉成 它的大股東是鴻海跟群創 那基本這樣加起來就有41%的股權 所以相對於來講 相對於其他F股來講 它的籌碼相對來講是比較安定的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它的K線不是只有 我們只有顯示這部分 是因為它最近其實還來做一個掛牌的動作 所以它這個股票掛起來其實很可憐 就是說它剛好要去蜜月旅行的時候 剛好遇到旅行社倒閉 因為過去這一段時間 剛好台北股市表現不好 所以它並沒有走出一個蜜月行情走出來 但是這個部分其實我們要跟大家提的是在於說 為什麼今天它的股價可以一口氣 先攻到漲停板來做一個表態 最主要其實大家今天看到很多那個蘋果概念股 今天其實表現都還不錯 那之前我們包括這個凱基的分析師郭明其他都提到說 iPhone 6s最大的亮點就在那個False Touch的部分 那如果說以False Touch的一個設計來看的話 基本上你初期你要用在MacBook 用在Apple Watch那個機會是不大的 所以它率先導入的就是在整個這個 所謂的一個iPhone 然後接下來呢 則是這個iPad 新款的一個iPad的一個部分 那為什麼特別跟大家提這兩股票 除了我們可以看到說 今天開始有走一點這個蜜月行情 要突破過去這將近半個月的一個 橫盤整理區之外 另外呢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比價空間 就是說 iPhone 6s的這個 False Touch的一個貼合訂單 大概國內就兩家 另外一家就是TPK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你看今天這個FGI收在132塊半 但是如果說我們來看這個3673TPK 今天的股價的話 它今天收盤價是186塊半 但這個第一季虧了3.06 然後呢 夜程的部分第一季大概可以賺0.13 聽起來還是本益比很高 但是因為它是洪家軍的集團 所以相對於來講 之前其實法人都預估嘛 在6s的部分大概 紅海可以拿到60%到70%的訂單 所以相對於來講 當然有好處 當然留給自己的子公司嘛 所以相對於GIS來講 它應該會有一個比較好的接單狀況 另外我們再來看第二檔 就是說在宜特的一個部分 其實我們剛剛提到車電市場 這個市場其實是比智慧型手機 還要來得大的 那最主要其實除了它原本檢測的 這一塊市場之外 另外今年分別還跨入了這個HDMI 過去台灣HDMI的一個檢測市場 是由百家泰來做獨佔 那因為它去年其實已經通過驗證 所以它基本上這一塊市場 還是能夠成長的 另外它其實跟歐洲最大的檢測廠 叫做德凱 他們做策略聯盟 那這一家公司它最主要的優勢 就是它有很多 這個國外的大車廠的客戶 所以相對於來講 它等於是透過這樣子的策略聯盟 去搶進車電的市場 所以我認為後續的一個 股價成長動力 大家也可以稍微做觀察 那比較弱勢的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這三檔股票基本上 大概都屬於網通的一個族群 那神達的部分我記得上個禮拜 還是屬於一個非常熱門的一個股票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你看今天的一個股價 其實是跌破了當時爆大量 這個大量的一個低點 這個低點的一個位置 所以它代表也就是說 目前的呈現一個 比較套勞的狀況 那為什麼基本面這麼好 會呈現股價壓回 最主要原因就是 觀眾朋友知道 必須掌握那個時間 因為它第二季營收創新高沒有錯 但第三季我們自己稍微估一下 大概會下滑一定的一個程度 所以相對於來講 這個時間點等於是 再反映第三季的一個相對來講 比較疲弱 那第四季成長的時候 我覺得觀眾朋友再來做觀察 那最後我們再來看一檔這個 一樣是運動概念股的 9938的一個百合的部分 這股價過去也漲得非常兇 但是今年它其實 當然我們剛剛提到說 在製血液的部分 其實接下來包括了奧運的一個題材 但是因為股價在大漲過後 基本上它今年大概有10億到14億的資本支出 是比去年大概倍增的一個狀況 所以它會有一個問題是在於 第一個它有所謂的一個題折舊 那為什麼要跨這個基本支出呢 因為它的一個產能 基本上已經達到滿載了 所以短時間之內產能 沒有辦法在大幅度開出來的狀況底下 它沒有什麼太大的一個成長空間 還要提列這個所謂設備的折舊 所以短線上我認為百合的股價 可能會稍微比較弱勢一點 所以聽起來比較有點壓力了 對 好 非常謝謝明哲 這是在今天強的弱轉強的地方 同時呢 邀請我們的主席呢 一起來看一下下 您掌握的一些股票部分 哇 第一檔F帽連也是非常強的股票 剛剛明哲已經講過帽連了 我不再多講 那事實上它就是一檔創新高的股票 創新高代表它上面沒有壓力 晴空萬里 不管晴空萬里要漲到多少 那最起碼它沒有所謂的一個套牢賣壓 很多股票呢 它現在還在第一檔足底 足底它必須要經過層層的化解 之前套牢虧損的那些人 賣出此股 大量換手它才有辦法往上攻 它現在是在天上 帶量也是一個突破的一個格局 像這種股票基本上都可以續爆 隨時都可以上車 等到什麼 等到做完頭下來 再去做賣出就好 我們來看一些新的股票 我介紹一些新的股票 我在講這些新的股票之前 我們先來講一些老股票 紅準 紅準我們講了兩個月 我一直跟各位強調 你如果買紅準 這一波的指數拉回 你根本一點都沒有受傷 而且還在持續的獲利 為什麼能夠這個樣子 除了它後面有五月份的一個營收成長103%以外 它還有後面的故事 那後面的故事 今天大家才有所謂的耳聞 所謂6C 所以6C有投信在算 它可能光光6C這個機子的訂單 這是比較低階的iPhone 光光6C這個訂單就超過100億 那不要再說今年下半年 還有6S 6S Plus這個部分 所以說它的想像空間就更大 我們把它的月線拿出來看 月線拿出來看 我再跟各位講一個如何去做一個操作 剛剛我們這個詹總 他可能喜歡買在底部足底的區域 這個時候可能安全 但是你有一個成本 就是時間的成本 你不曉得它什麼時候要發動 這個底部構足的一個時間可能會拉長 或者是大環境不好 但是我在五月份告訴各位的時候 突破的時候90塊已經來到這裡了 這個時候它底部已經確認形態完成了 這個時候你去做一個進場 它上面是比較沒有套牢的壓力 好這張表我們拿走 我們不要再講紅柱 我們再講有沒有這種新的股票 我們來講真頂 真頂台郡都是一樣 台郡今天上去 真頂呢 他把它縮小的話 他現在是高檔的一個中段整理 他還沒突破 他還沒突破 錢高在這裡 對不對 好現在 他在指數拉回的時候 他在做什麼事情 他有沒有跌 沒有跌 他就挺在這邊 有沒有 他是一個橫盤的一個走法 指數在高檔之後是兩波下來 跌了10% 指數跌了10% 他不但沒有跌 他還維持他的一個整個的一個形態 非常完整 這是什麼 洪家軍 洪海的股票你想想看 洪準會營收成長100% 洪海能夠站穩在高檔 那麼代表整個洪海 泛洪海集團他的業績 Apple給他的業績是穩定 而且是提升的 所以說 只要是洪準還維持在高檔 洪海維持在高檔 曾頂沒有 沒有任何理由他不突破 所以他突破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這張股票我也認為 拉回任何時間都應該可以去做佈局 台郡已經上去了 曾頂必然也會跟著上去 因為曾頂接到Apple的單 比台郡爆發力還要來得更大 因為台郡跟曾頂 是今年少數做軟板的 所謂的一個資本支出 大幅度增加的 所以說你看到他資本支出增加 代表他看到後面的訂單 要不然他花29億去擴廠幹什麼 所以這個就是重點 那麼台郡的董事長 昨天在股東會也講 下半年訂單他已經接滿了 未來他只有四個字 晴空萬里 所以這種公司我常常在講 老闆告訴你 我的股 基本上我的業績沒有問題的時候 你就可以任何的拉回 你不要去做追高 他一定會回 拉回的時候都多少去做佈局 如何去佈局他 你把其他套牢的股票 拿來換到這些強的股票 你就不會受傷 而且會持續的獲利 好 其他的一些空頭的股票呢 我是提醒各位 這些他的產業基本面 還不是很理想 現行還是不好 籌碼面也是不好 小心去做一個提防就好了 好 非常謝謝彌德兄 這在牆轉用弱整牆的地方 我們準備要先休息一下 馬上鎖定是財富夜文團 我在台商就住那裡 en everything 因為甚麼意思 perspect癌 結果 就是要吃不甘 無量釣釣到脹皮出的味道 我們太久做到才辛苦 我老爸說其實養牛很簡單 你對它好,它就對你好 我們在養牛,牛也在養我們 可是最簡單的一件事 做起來卻是最難的 天還沒亮,我們就出門了 去割草,去餵牛 颱風天,還是過年 不管有什麼事情 我們一定還是要先把牛養好 林鳳影真的很單純,就是鮮奶 如果你們懷疑,來我們中的 有些五年,回去用電鍋滾滾 每一年,每一年,每一年,每一年 每一年,每一年,每一年 今天,還是會像以前一樣 用心做好每一瓶,林鳳影 為了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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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di A1 千变万化 独一无二 进化科技定义未来 听说啊 有邮局保单还可以借钱 是真的吗 我有急需耶 没错 只要先到柜台申请 不论零贵 还是自动力管机 网络ATM 都可以轻松借还款哦 还有十大好处 轻松借方便还 还款 与压力 保险的保障 一直都在 全台超过1300个营业据点 3000多台ATM 到哪都方便 欢迎助你一臂之力 邮局保单借款 资金周转的好帮手 旧集送暖 安稳可靠 中华邮政售钱保单借款 最好的学习 就在学习的当下 产生兴趣 全民音简 屡创家机 发现独特性 创造影响力 家音音语 飞机感 安心一直都在 统一阳光 阳光黄金豆豆浆 日盛国际精品 年终寻回秋青 时尚最杀 GIA国际认证 一颗阿米赞全面 全万八 百万精品 一折其标 7月2号到3号 早上11点到晚上8点 远离利息酒店 五楼利息厅 抢购转线 0800268777 一起来 全时守护 MASTA FIVE 进阶登场 全车系标配六气囊防护 安全新升级 好 回到现场 我们等会来看一下 资券最新变化 那么上市上跪 在资券都是同步减少 那金额是不大 那我们再看 融券部分呢 也都是呈现一个 减少的一个情形 好 都是一个 小副减少的情况 马上请三种部分 来帮我们看到 几档股票 第一个 万润 海华 浩新 郁金跟泉油 好 都几档股票 这档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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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的 那当然短期间之内 我没有办法 把基本面讲得那么清楚 我把基本上 你该知道的事情 给你提醒 那好不好呢 当然 你自己做参考 6187的万润 这档个股 营收持续都在成长当中 设备的出货不错 那么各种 多角化的经营 也蛮成功 但是这档个股 我们都知道 营收尽管是好了 可能还有一些 利空 官司存在 所以这档个股 我建议大家 短期间你有抱到这档股票的 如果上55块钱以上 先卖它一趟 回来再做另外一次底的时候 再重新把它借回来 长线是看好 短线会有高出 低进的这个机会 我建议你先做高出 再来做低进 另外海华这档股票 也是最近的强测的个股 它一路震荡走高 走多头的格局 多头的模式 但是比较不幸的是 今天带了一根大量 拉了一根长黑下来 它拉这根长黑下来 不代表多头的结束 但是代表它要休息 不是结束 但是代表它要休息 那既然是这样子 我建议大家 明天反弹的高点 可以先卖掉 那么隔一两个礼拜之后 重新再去把它捡回来 或许你可以看看 那五月营桌状况如何 再考虑要不要接回来 短线压力已经出现了 最好先卖出一趟 那么接下来谈到 预金这档股票 最近的转机的题材 也陆陆续续出现 短线的涨幅也不小 那我建议大家 这档个股 今天涨领满 明天赤壁还有高点 但是那短线大约在22块左右 我建议大家 如果见到 这个预金这档股票 短线见到22块左右 你可以先做一次卖出 卖出之后 回头再来做低接 满足点 大约在短线在22块 可以先做短线的 拔档的动作 号星 刚刚讲到的 号星这档股票 今天是涨停板的 那这档涨停板个股 我建议大家 因为它其实从低价做转机 很多人对它的信任感 并不是很足够 虽然最近传出 很多的利多消息 那我建议大家 那这档股票呢 如果你已经在车上 你可以继续报 报到量大不涨为止 可是如果你没有这档股票 在10块钱以下 对这档股票 基本上有疑虑的 你就不要切进去 那我建议大家 它反压在12块到13块之间 如果持有的 其实也可以到那地方 简单做个拔档 最后一档股票 22305的全油 也是上个礼拜 我推荐给大家的压箱保 那这档股票 你不要看太短 如果你纯粹从日K线 这么短线去看它 你看不出它未来的方向 那我建议大家这档个股 算是长多可以报的股票 逢低可以做承接 而且中长线 它应该有爆发的机会 我认为这档股票 我建议大家 有的可以继续报 如果没有 你可以考虑逢低布局 多多少少买一些 尝试看看 这是以上五档个股 仅供给大家做参考 好 谢谢张总 接下来明德哥部分 来看一下钟磊 F预期 全新F百合更生达克 好 这七档股票 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 钟磊是很多 电视上或者什么媒体 大家在讲好股票 好股票确实这一波 根本就没有涨 而且这一波从七十几块 一路掉到六十块 那像这种好股票 你如果相信它基本面好 然后不去看它的技术面 然后就来操作 就会陷入一些瓶颈 那这张股票 我认为它当然 基本面是OK 没有问题 它每年 它今年预计 投信在年初的时候 今年可以赚五块半到六块 如果按照这样子的话 现在本益比才十倍 你当然可以继续留 但是只要一个重点 它没有跌破六十块 如果它跌破六十块 我认为还是应该去做换股 而且它现在会在低档 还在持续地做一个做底 那个预期 我们来讲预期 预期是 这可能是我儿子问的 我儿子有买它六十几块 每天在问我要不要卖 要不要卖 投资人有一个毛病 你买到好的股票 它开始起涨 涨一块涨两块 你就想着要不要卖 你永远赚不到大钱 你要等到它什么时候卖 等到它做完头 在高档 带量 长黑出现 你再去卖 甚至你可以很简单的去看 这是法人任养的股票 法人什么时候开始卖 你再开始卖就好 像这种股票 你就爆 一路爆 甚至 创一个新高 你就应该加码一次 这两股票 我就是给你这样的答案 全新今天用洪杰科 在高档进行震荡 但整个PA的集团 这些股票 通通现行上都没有问题 基本上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还没有做头 继续留 等创新高 如果没创新高 做头再卖就可以了 百合这两股票 小头部形成 未来你还任何反弹 应该来回操作 先出后进 森达科这两股票 现在现行还是非常强 尤其它是在一个 产业的一个趋势 还是在往上 而且它子公司 下半年可能回台IPO 所以说它还是有体材的 这两股票 还是应该会继续 往上做一个创新高 继续报 创新高 再加码就好了 好 谢谢明德哥 接下来明德兄部分 有金城 林华三顾 台湾电根企迹 好 我想金城的一个部分 其实当然最主要 之前讲 是在讲四方金创 不过因为最近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股市稍微表现 比较差一点 尤其在这一档个股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 它大部分的融资 都增加在这一波 往上急功的这段时间 所以筹码相对来讲 是比较乱一点 那法人站在卖方 我个人倒认为说 可能反弹 可以劝去做一个 比较做调整的一个动作 那在林华的一个部分 当然其实今年的 工业4.0 这个是工业电脑 最主要的一个成长动力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 这一波以来 大概法人 最近其实来讲 都是以这个买超为主 那融资的部分 维持在相对低档 我们可以看到说 之前有一天爆大量 那个是相对低点 那原则上我认为说 只要那个大量的低点 没有跌破 我认为股票 其实都可以去做续报 那在三顾的一个部分 因为这档股票 法人其实他琢磨 上会比较少一点 所以这档 其实他的主力色彩 相对来讲比较浓一点 但是我认为 观众朋友问这档股票 应该到目前为止 不是赔钱的 因为他今天才创新高 所以我认为说 我们稍微观察一下 前半个月 那个整理平台 35到37 原则上能够守稳的话 应该可以先做 一个续报的动作 但是还是要留意一下 这种比较主力色彩的 股票的风险 那另外在台光电的部分 这个PCB的部分 原则上在第三季 第四季 都会是电子业的 相对来讲是比较旺季 那法人过去这段时间当中 也是站在买方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其实包括前面两波高点 以及这一波 报大量的一个位置 大概都在55块钱附近 所以观众朋友 一样可以以这55块 这个地方作为一个 最主要的观察指标 那在起机的部分 其实我们刚刚稍微提过 基本面 基本上这个是法人一致认同 就在整个车联网当中 应该是最大受贿的 一个股票之一 所以基本面的部分 大概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如果说就股价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刚刚认为说 这两档股票 其实今天是一个 弱转强的概念 那基本上筹码相对安定 而且这个法人 其实筹码也没有 松动的一心之下 我认为这样的股票 可以做续报 那事实如果说有这个 比较转强的一个态势的话 我认为其实还可以再做加码 好 我们再补充两档股票 我们要请我们明德哥的部分来看一下 原相 原相跟华欣科 这两档题材的部分 也帮我们来看一下 好 原相筹码很凌乱 这张股票我不建议 你如果不是很短线 或者是有技术能力的人 去做一个操作 这张股票股性我也一直认为 它不是很好 而且它的基本面 跟不上它的股价 它的本益比还是有一点高 所以说你要做它的话 记住要有技术面的能力 另外华欣科 我在今年上半年曾经盯过它 今年上半年华欣集团蛮做多 但到现在来说 整个集团的声音好像比较降低了 但是基本上 它还是维持一个大相形整理 大相形整理就是来回操作 就是这么简单 不要再做死报活报 上去就卖 下来再回补 这样就好了 好 我们接下来请三种部分的话 针对明天的关盘重点 明天的关盘重点有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纯粹就指数的角度来看 请记住 9442是一个短线的压力 这个缺口如果不补 它就会变成个三口 所以短线的压力在9442 那么越军线已经转折向上了 所以9329的越军线的位置 是短线的一个支撑点 所以彭道这边应该做调节 彭道这边应该站在买方 这是对指数的部分来说 那盘面上 很明显短线的主轴是在平盖股 法人的主轴在平盖股 所以平盖股会吸引大部分的注意力 这也是你的操作的重心点 投机人气是在升级 升级里面有不错的股票 刚刚也有做一些推荐 可以多做留意 那么在心里面请注意 反市场操作 反市场操作很流行 既然反市场操作很流行 可能是又在明天 所以现在如果欧美股市出现利多 明天不要一开盘开高去做追 开高可能蹦就会打下来 不要去做挨巴掌的动作 你应该做反市场操作 去吃它的豆腐 这是我给大家的建议 好 非常谢谢三位专家 在今天理财友方 给大家投资的一些建议 那待会在九点钟 健康友方呢 亚方为大家是 在今天是特别制作 是现场节目 一来因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 全国权威的烧烫商的专家 还有这个疼痛治疗科的专家 那么他们都是摆忙当中 那么来到我们的现场 那第二就是说 他们站在地线 在救治过程当中 有最新状况跟大家做报告 那再也就是说我们从八仙 就是这个粉尘爆炸 发生到现在 进入所谓的关键期 我们要为全国的 这个我们也希望说 全国的这个医护人员 来打气之外 也希望这些受伤的家属 还有患者 都能够撑过来 这当中的路非常的辛苦 那说是三位专家 我今天也要call out出去 我们要来看看一位平凡的小女生 因为烧烫改变她的人生 在面目全非之下 她如何走出她的新人生 那么钢铁女孩 今天亚方要call out 跟大家分享 也给现在所有的一些 伤患的家属跟朋友 那么一起来加油 也请您待会持续锁定 也别忘了上线留言 我们专家现场及时回答 请 台北运动用机